黑糖二代珍奶爆红! 营养师,三撇不聪明喝房采雷 香甜又软Q的珍珠奶茶,就像是国民美食,到处可见人手一杯,喝得不亦乐乎 根据日前opview社群口碑资料库一项,观测全台热门社群平台超过2万个频道发现,第一季手摇饮料重点关键字,并会制成关键字文字云,发现主推移黑糖替代果糖的二代珍奶最为广受欢迎 营养师分析二代珍奶的这一些知识,希望爱喝珍奶的人,要小心物踩地雷 甘珠奶茶防飙血糖。 以免会伤心 无论是一代珍奶,还是二代珍奶,在食用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,才不会愈喝愈胖。愈喝愈不健康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珍珠奶茶是很好的热量来源,却不是良好的营养来源,人体需要足够热量解良好的营养,才能调节生理机能,促进发育,并且维持一整天的身体正常运作。 一杯珍珍珠奶茶保守估计至少650大卡,含有62公克糖,17公克脂肪,却没有良好的营养素,蛋白质,维生素,矿物质。 尤其是一般一代含糖珍珠奶茶有125公克碳水化合物,远远超过成人正常一餐建议摄取60公克碳水化合物的标准。 对于血糖控制不良的病人,喝完含糖珍奶后,血糖将会高到惨不忍睹,若是珍珠奶茶使用奶精粉来增加丰厚口感,长期食用更会造成血脂异常,而诱发心血管疾病。 2. 二代珍奶黑糖取代果糖。 营养师,注意成分看仔细。 爱珍奶强调加入的是黑糖,比起一般使用果糖加入珍奶中的优点是什么? 营养师有为名表示,黑糖是干着质糖的初级成品,含有较多的矿物质与杂质,因此色泽较深。 相较于果糖只能产生热量而言,黑糖当然更具营养价值,而且加入珍奶中甜味更有层次,风味也更加浓郁。 但是,值得注意的是,近来许多新闻报道黑糖制作过程会产生屏息案,Aclimate,恐有致癌的风险,目前虽然无证据显示会对人类致癌,但对动物有致癌性。 因此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,IARC,列为第二A类物质。 所谓二A类物质是指该物质对试验动物具致癌性,而流行病学的研究尚且不足以说明为人类的致癌物质。 因此,建议选用黑糖时,可以看外包装的成分是否有氯化钙,因为添加0.1、0.5及1.0%氯化钙,可使黑糖质并吸吸氨含量减少达35%,80%及85%, 同时每天黑糖摄取量也应少于50公克,避免摄取过量而影响健康。 鲜奶加入真奶,防不适者发生乳糖不耐着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使用鲜奶加入真奶中,比较使用奶精加入真奶中的好处是什么?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市面上许多奶精并没有,奶,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,且含有反式脂肪酸,会造成罹患心肌梗塞,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因此使用鲜奶,因此使用鲜奶取代奶精加入真奶中,反而能获得丰富维生素B群,钙质,优质蛋白质。 但是,要注意鲜奶含有乳糖,对于平常没有喝鲜乳习惯的民众,可能引发乳糖不耐症而造成腹泻。 鲜奶取代一餐,营养师,适合餐间优质能量补充。 方间也可听到有人以喝鲜奶当成一餐的做法,鲜奶可以取代一餐吗?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答案是不行,因为正餐必须要具备完整均衡的营养素,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运作。 因此建议真奶叫适合当作餐间优质的能量补充品,聪明喝真奶的方式如下。 聪明喝真奶三篇布。 第一步,大杯变小杯,热量瞬间砍半,650大卡腰斩为325大卡。 第二步,全糖改无糖,热量下刹125大卡,只剩下200大卡。 第三步,奶精变鲜奶,避开反式脂肪酸,还获得丰富维生素B群,钙质,优质蛋白质,最后变成约200大卡的优质能量补充品。 喜欢珍珠奶茶的朋友们快点笔记下来吧,营养师有伟名建议,以后就可以这么说,我要一杯无糖小杯珍珠鲜奶茶,相信能喝的较为轻松无负担。 香甜又软Q的珍珠奶茶,就像是国民美食,到处可见人手一杯,喝得不亦乐乎。 根据日前opview社群口碑资料库一项,观测全台热门社群平台超过2万个频道发现,第一季手摇饮料重点关键字,并绘制成关键字文字云,发现主推移黑糖替代果糖的二代珍奶最为广受欢迎。 营养师分析二代珍奶的这一些知识,希望爱喝珍奶的人,要小心物踩地雷。 喝珍珠奶茶防标血糖。以免会伤心。 无论是一代珍奶,还是二代珍奶,在食用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,才不会愈喝愈胖。愈喝愈不健康。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珍珠奶茶是很好的热量来源,却不是良好的营养来源,人体需要足够热量解良好的营养,才能调节生理机能,促进发育,并且维持一整天的身体正常运作。 一杯珍珍珠奶茶保守估计至少650大卡,含有62公克糖,17公克脂肪,却没有良好的营养素,蛋白质,维生素,矿物质。 尤其是一般一代含糖珍珠奶茶有125公克碳水化合物,远远超过成人正常一餐建议摄取60公克碳水化合物的标准。 对于血糖控制不良的病人,喝完含糖珍奶后,血糖将会高到惨不忍睹,若是珍珠奶茶使用奶精粉来增加丰厚口感,长期食用更会造成血脂异常,而诱发心血管疾病。 二代珍珍珍珠奶黑糖取代果糖。营养师,注意成分看仔细。 二代珍奶强调加入的是黑糖,比起一般使用果糖加入珍奶中的优点是什么? 。 营养师有伟名表示,黑糖是甘着质糖的初级成品,含有较多的矿物质与杂质,因此色泽较深。 相较于果糖只能产生热量而言,黑糖当然更具营养价值,而且加入珍奶中甜味更有层次,风味也更加浓郁。 但是,值得注意的是,近来许多新闻报道黑糖制作过程会产生秉析西案,Aclimate,恐有致癌的风险,目前虽然无证据显示会对人类致癌,但对动物有致癌性。 因此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,IARC,列为第二A类物质。 所谓二A类物质是指该物质对试验动物具致癌性,而流行病学的研究尚且不足以说明为人类的致癌物质。 因此,建议选用黑糖时,可以看外包装的成分是否有氯化钙,因为添加0.1、0.5及1.0%氯化钙,可使黑糖制并西西案含量减少达35%,80%及85%。 同时每天黑糖摄取量也应少于50公克,避免摄取过量而影响健康。 鲜奶加入真奶,防不适者发生乳糖不耐着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,使用鲜奶加入真奶中,比较使用奶精加入真奶中的好处是什么?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市面上许多奶精并没有奶,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,且含有反噬脂肪酸,会造成罹患心肌梗塞,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风险。 因此使用鲜奶,因此使用鲜奶取代奶精加入真奶中,反而能获得丰富维生素A群,钙质,优质蛋白质。 但是,要注意鲜奶含有乳糖,对于平常没有喝鲜乳乳习惯的民众,可能引发乳糖不耐症而造成腹泻。 鲜奶取代乳酸,营养师,适合餐间优质能量补充。 方间也可听到有人以喝鲜奶当成一餐的做法,鲜奶可以取代一餐吗? 营养师尤伟明表示,答案是不行,因为正餐必须要具备完整均衡的营养素,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运作。 因此建议真奶叫适合当作餐间优质的能量补充品,聪明喝真奶的方式如下。 聪明喝真奶三撇步。 第一步,大杯变小杯,热量瞬间砍半,650大卡腰斩为325大卡。 第二步,全糖改无糖,热量下杀125大卡,只剩下200大卡。 第三步,奶精变鲜奶,避开仿式脂肪酸,还获得丰富维生素B群,钙质,优质蛋白质,最后变成约200大卡的优质能量补充品。 喜欢珍珠奶茶的朋友们快点笔记下来吧,营养师有伟明建议,以后就可以这么说,我要一杯无糖小杯珍珠鲜奶茶,相信能喝的较为轻松无负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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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